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它的一个原理啊对吧 这些东西我是都不会讲的 我们今天重要的就是去实现这个案例的一个 实现一个爬松的一个案例内容 就教大家如何去采集视频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要采集一个视频的话 首先我们还是得要先来去找到我们的目标对吧 我们先来找一下咱们的目标啊 我们先随便的去找一个视频吧 怎么样 比如这个 可以吧 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 我就以这个一分钟的这个视频为例子 好吧 先来做一个采集啊 随便选一个视频点开就可以了 同学们 好吧 随便选一个视频点开啊 没错啊 点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我把这个 这个不能用那个 我直接发给你们吧 好吧 我直接发给你们啊 你们可以直接给他点开一下啊 可以看一看能不能看到啊 能不能看到 那给点开一下啊 或者说你们以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视频 对吧 都是可以的 随便换一个视频啊 然后 呃 我们假设呢 以他为例子的话 就是你不管爬哪个视频都是一样的 就我们的一个操作流程和步骤呢 都是一样的 都不会有任何的不同 好吧 只不过我们要去采集的链接不一样啊 其他的东西呢 都是一样的 好吧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这个 咱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下载的一个思路分析啊 啊 就是我们爬送要做的第一个步骤 对吧 关于我们思路的一个分析 呃 那么思路分析 我们首先要去做的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去 找到数据的一个来源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找到数据的来源呢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呃 在我们的这个网页端 你是没有办法去下载这个视频的 对吧 你是没有办法去下载这个视频的啊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得要去找到 这个视频 它的一个链接在哪个位置 OK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的一个来源 对吧 要去找到这个 那怎么去找呢 哎 我们可以去使用到咱们的一个抓包工具啊 对吧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讲到的一个 呃 这个 工具啊 去分析 而这个工具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只要你打开了这个链接以后啊 用浏览器打开了这个链接以后 做什么操作呢 啊 可以 按一下 F12 看到吧 按一下F12啊 就可以打开这个 Network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所看到的这个工具 好吧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方式 你也可以右键点检查 也可以打开 然后点到Network 也可以啊 这是打开的一个操作 呃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去做的 第一个操作是什么呢 就当你打开这个网页以后啊 你要做的第一个操作呢 就是刷新一下页面 好吧 就是刷新一下页面 就打开这个网页以后 打开这个Network以后 第一步就是刷新 刷新完以后呢 那么在咱们的这个Network当中啊 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数据 啊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数据 举个例子 你看像他的一个图片链接 对不对 这是不是他的封面 对吧 这是封面 这个视频的一个封面 然后呢 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头像 对不对 能看到吧 他的头像 然后再往下走 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背景图片啊 还有些文本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找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从这些内容里面 去找到 咱们的这一个视频的一个链接 对吧 去找到这一个视频的链接 啊 呃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所提到的啊 在Network当中 这里面的所有内容 每一个内容 对吧 都是咱们在网页当中能够直接找到的 或者说能够间接的找到的一个内容 好吧 这个就是他里面的一个内容啊 就这个现在他里面展示的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去找那个MMP4 对吧 要去找到这个视频的链接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去找呢 对吧 怎么才能够快速的去找到那个视频链接呢 哎 当然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点 对吧 但是一个一个去点呢 它的速度太慢了 你想要去找到的话呢 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对吧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方法呢 有 哎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方的话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栏的啊 然后在这个筛选栏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筛选所有的 对吧 二呢 是所有的 对不对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有这个图片 对吧 这是图片啊 然后再往后呢 是这个 这个叫啥 media media的话呢 是不是叫做媒体文件的意思 是不是叫媒体文件的意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点一下media 对吧 当我们点完media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媒体文件 并且这三个媒体文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双击点开它 还没有 我们直接就是选中这个包 然后双击点开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内容了 对不对 它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一个视频 对吧 它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视频 而且是没有这种水印的 对吧 就它到后面是没有这种水印的 OK 没问题吧 这是我们去找到这个视频的一个方法 能找到吗 各位 这个操作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OK 然后当我们找到这个链接以后 我们可以去将这个链接给它复制到这边来 那么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下载它了 对吧 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关于代码的一个实现流程 好吧 那代码实现的话呢 我们主要给它分为四个流程吧 发送请求 以及获取数据 还有解析数据 还有 当然解析数据的话我们没有了 就是保存数据 其实这个代码实现的流程 按照标准情况下可能有四个步骤 对吧 但是呢 其实像我们今天的话要去实现 第一步呢 是发送请求 就是你先访问 发送请求的一个含义啊 其实就是去访问网站 对吧 就是访问网站 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的复制一下啊 对吧 什么是发送请求 我们说爬送的原理是模拟成咱们的一个浏览器 对吧 或者说就是模拟成咱们的一个客户端 对吧 去向这个服务器去发送网络请求 好吧 去发送请求 呃 发送请求其实代表的含义呢 就是你要去访问服务器 访问这个网站啊 好吧 就是说我们第一步就是访问网站 访问的是一个视频的一个网站 通过代码的方式访问 然后呢 第二步我们就是将 咱们的一个数据内容啊 获取下来 对吧 将我们这个视频内容获取下来 然后继续往下呢 就保存 保存视频 就就这么简单啊 简单三个步骤 对吧 基本上我们用两三行代码就可以去实现啊 好吧 首先我们先导入咱们的一个工具啊 这个是request 那request呢 是我们在这个Person代码 发送请求的时候啊 要用到的 好吧 使用代码方请求的时候要用到的 如果你是用浏览器的话呢 那么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那就是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操作 明白吧 它就是一个浏览器 ok 那人说老师对吧 抖音可以吗 那你可以换一换 比如说啊 我们来换成这个抖音 对吧 其实操作都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吧 好吧 比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呢 我们可以同样啊 右键点击检查 对吧 然后来到network 来到network啊 然后呢 你再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然后点击一下播放 然后同样你还是可以 担选到这个media以后 你还是能够看到 对应的一个内容 对吧 双击点开 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链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换成这个链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说的今天的一个操作 基本上就是 非常简单的 对吧 你想要去下载一个简单的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去做 对不对 但我们要讲的是 通过代码的形式 去将它下载下来 如果你只是想要 普通的下载 你可以点击下载 对不对 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至于其他的一个网页呢 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B站的话呢 这个网站就稍微不同一点 对吧 好吧 就这个方法 不适用于所有的网站 但是能够适用大部分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用这个request 点一个get 那么同学们问题又来了 对吧 VIP的能下载吗 能 必定能 一定能 好吧 OK 然后搞起 不搞 然后这个是我们 所谓的一个发送请求 就我们所提到的 第一个步骤 对吧 发送请求 对吧 就request.get 把UIL 把链接都进去 对吧 就访问 访问完以后呢 我们拿到它的一个响应 对吧 拿到它给我们的一个反应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把数据内容给取出来 首先呢 我们先将这个 它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 给打印一下 就这样一行 那200对吧 同学们可能会疑惑 说老师200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200其实就是 请求成功的一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讲到 有点卡 请求成功 那既然成功了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取数据呢 对吧 或取数据 点一个test 不能点test的吧 因为本质上 我们这个链接 它是一个视频 对吧 那我们在取数据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的 挑一下啊 你像我们有三种方法 对吧 爬中是可见几个爬 对没错啊 意思是能看到的都能爬 没错没错啊 好吧 有的人会说老师能破解吗 铁定能 铁定能 不要问啊 问就是能 好吧 然后点test啊 点test呢 是获取咱们的一个文本内容啊 然后点接生的话呢 是获取这个 获取一个接生数据吧 然后呢 会转成一个字典啊 并转为字典啊 至于什么是接生 什么是字典啊 至于科普一下 好吧 百度科普一下啊 然后 content啊 content是什么呢 content其实就是一个 获取二进制的一个内容的意思啊 好吧 获取二进制内容的意思 有的人说 这玩意能访问的 这地址访问不到 废话啊 不是 这个地址你能访问得到 我就见了鬼了 对吧 我们完整的链接有这么长 你结这么一小段 你告诉我 老师对吧 这个不能访问 那肯定不能访问啊 好吧 好吧 然后 我们去获取数据的话呢 是可以去使用这个 说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个三种方式 对吧 那么请问 问题来了啊 请问 我们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呢 嗯 当天我们要去下载的呢 是视频 对吧 那么请问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 那可以敲一下数字啊 好吧 可以对应这些内容去敲一下数字 好吧 我来考一考大家啊 考一考大家 就是点test的东西呢 可以敲一对吧 点阶层东西呢 可以敲二 点content的东西呢 可以敲三啊 嗯 嗯 嗯 好 很好啊 只有一位同学答错了啊 好吧 只有一位同学答错了 啊 就是这个心意同学啊 嗯 首先啊 我们来先来讲一下说 点test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排除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说到了 它就是过去文本内容的 那么请问视频 它是文本内容吗 就是这个链接 我们所访问到的 它是文本内容吗 视频是不是文本内容呢 啊 这个问题就好比说 对吧 我问你 嗯 啊 王佐荣耀是不是英雄练盟 对吧 啊 呃 就很难让人回答啊 对吧 很难让人回答 这个就很尴尬啊 呃 所以 这个就可以直接排除了 对吧 想必大家的一个语文能力 应该是能够第一个排除的啊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说呃 第二个是节省数据 那节省数据 其实不是视频 不是音频啊 对吧 字典呢 也不是视频 不是音频 所以呢 只有可能是第三个选项 就是获取二进制内容 那为什么说我们的一个视频呢 它是一个二进制内容呢 因为 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让咱们的一个计算机去播放视频或者播放音频 那么啊 我们得要传一些指令进去 对吧 我们得要去传一些数据进去啊 那这些数据呢 那这些数据呢 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是把这个把这个音频的一个内容 或者说视频的一个内容 以二进制的一个形式传到电脑上 因为电脑它只能够懂这个零和一 对吧 它只能听懂零和一啊 只能看懂零和一这些二进制数据 所以 明白吧 啊 所以我们才要选第三种啊 点content 那我们点content呢 就可以把咱们的一个视频内容呢 给取到 对吧 但是你如果要去 如果老师我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内容长什么样子的话 我劝你别看啊 因为你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啊 对吧 你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啊 所以别看啊 好吧 关掉啊 那这玩意儿不看干嘛呢 对吧 这玩意儿不看呢 肯定我们是需要去把它保存下来的 对不对 好吧 是需要去将这个VidData呢 给保存下来的啊 呃 所以呢 当现在在这里的话呢 我可以去使用到这个保存文件的方式啊 把这个视频内容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数据 呃 呃 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啊 用到咱们的一个open的好吧 呃 然后这个文件的一个名称我叫1.mp4 可以吧 1.mp4 啊 然后呢 那么在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来一个写入方式 就是你 啊 呃 request是什么 对吧 request就是用发送请求的啊 就那什么是发送请求呢 前面我们有讲到呃 发送请求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吧 那具体就是具体什么是发送请求啊 就等同于是访问网站 也就是说 request这个模块呢 如果你第一次学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代码当中的访问网站的一个 就是代码当中的浏览器啊 代码当中的浏览器可以帮助我们访问网站 明白啊 软件啊 那看来大家对于pathon的概念呢 还是不太清楚是吧 呃 我讲完这个以后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pathon的一些简单概念好吧 嗯 可以可以吧 同学们 就我讲完这个视频的一个下载啊 这只有一点点代码了 我然后我给大家去补一下关于这个呃 关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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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on的一些基础概念好吧 嗯 就我发现 很多同学现在甚至连pathon是什么都感觉有点云女物理啊 所以待会我打算给大家补一下这些东西好吧 嗯 OK啊 呃 然后我们当前去保存这个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效果 对吧 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对吧 然后这里面我们来一个wb啊 然后点一个ret 你直接把数据丢进去 啊 丢进去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待会啊 就打开这个文件好吧 我们先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直接来右键运行呢 然后稍微等待一下 哎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文件出现了 对不对 有一个文件 呃 一下子就出现了 对吧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点开啊 直接双击点开 来看一看 那么 耶 什么情况啊 我们用这个 这个打开啊 用这个打开 耶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齐了个怪了啊 嗯 我们没有问题啊 应该是 我把它删掉啊 是不是播放器的问题啊 是不是播放器的问题啊 我的妈呀 别吓我啊 来我们换一个播放器啊 呃 我们来换成这个 这就有点尴尬了啊 如果说 我带着你去把电脑 照我的货带啊 你照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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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它只有音频啊 我应该是播放器的问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播放器的问题啊 这个应该是播放器的问题啊 那我电脑的播放器是问题了 奇怪啊 嗯 我看看我的电脑桌面上 有没有那个腾讯视频啊 或者说其他什么 爱奇艺啊什么的啊 这个就 尬死我了啊 没有 这个真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个真不是我的问题啊 好吧 哇 他没有 就是我现在 我的电脑当中 他没有这个视频播放啊 视频播放功能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的妈呀 好吧 这 嗯 嗯 这太黄目又了呀 哇 他还让我花七块钱买这个视频 扩展插件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们来一个下载一个腾讯视频啊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必须 我今天必须让大家看到效果 对啊 不然这个显得我太夸张了 等我一下啊 不应该啊 这个就不下了 Windows啊 下一个下一个 这个太夸张了啊 不应该啊 可以重新登录吗 重新登录什么呀 等我一下啊 必须给你们搞定了啊 我不信了这个鞋了啊 这个一定是播放器的问题啊 好吧 待会等到安装好之后 我直接用它来播放啊 对 因为我电脑可能最近出了一些问题了 好吧 然后接下来我打算给大家补记一下 关于这个Pathom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内容啊 好吧 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 就前面这些 问这些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同学啊 对吧 后面可以认真的听一下啊 再演示一下是吧 就是再演示一下这个案例内容 对吧 可以的 可以的 哇 你看到没 看到没 我刚刚把那个腾讯军下载下来之后 你看到没 这个图标它变化了 看到没 对吧 没问题吧 这就是 懂了吧 这就是我的播放器的问题啊 那 播放器出问题了 对吧 播放器根本就放不了 我卡死了 我卡死了 我的妈呀 没有没有 我现在有点卡 有点卡 这就是播放器的锅啊 代码再看一眼 代码非常简单啊 对吧 代码非常简单 就甚至说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代码给简化掉啊